主席請財政部長部長還有土地銀行王董事長 好,請部長跟土地銀行王董事長 吳遠好 兩位早 土地銀行的王董事長,請問你到任多久 已經到任 五年三個月 那我現在想跟你請教一個問題 民國一百零二年度一到十一月的實際存款平均營運量是兩兆零兩百三十億 這是你的報告寫的 是 所以如果十二月的話是不是正常來講說乘以十一分之十二 你今年的這個營運量大概會到達兩兆兩千億左右吧 跟委員報告,這個存款我們不能去控制它 我知道,我說你自己寫的一到十一月營運量是兩兆零兩百三十億嘛 是 我說推估數,我沒有跟你講說我絕對的數字 那是不是再加上第十二個月是不是再乘以十一分之十二 那估起來大概是兩兆兩千億嘛 沒有沒有,跟委員報我們近三年來的存款量大概就平均在兩兆 我跟你講平均營運量 你看你自己的報告的第五頁 主要業務營運目標存款業務一百零二年度一至十一月 實際存款業務平均營運量兩兆零兩百三十億對不對 是 那是不是全年推估是不是要乘十一分之十二 沒有 就是這個數字 平均還是平均這樣子 因為這個存款大概都是 我講的是營運量哦 平均營運量 沒有,平均營運量也不會增加啦 那平均營運量是多少 我們平均營運量 三 今年度會多少嘛 你推估一下啊 如果是存款的話 我沒有跟你問存款 你自己寫的營運量 我是問你這個營運量啊 你怎麼自己寫出來的報告是根據什麼 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個多少 一樣多少 金額多少 全部的平均營運量多少 平均營運量到十月是兩兆 三十億 各位我們報告我們平均營運量大概是兩兆 兩百到三百億之間 你看看你的那個第五月的報告的第一段 主要營運目標第一個存款業務 一百零二年度一至十一月 實際存款業務平均營運量兩兆兩百三十億啦 然後營業預算 預算營運量是一兆七千億 所以達成率是一百一十八點三億 你的意思是說你十二月這個數字都不會動 那是平均營運量 不會多很多因為它是一個平均的概念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一百零三年度的預算為什麼是 實有列一兆八千億 你打算減少兩千多億的存款就對了 我跟我們報告我們當初在 這個一百零三年的時候我們是在一百零一年就開始來 那一百零一年跟我們報告那時候的景氣跟整個情況 可怕沒有像一百零二年下半人 整個情況有點不太一樣 這兩年的基地存款率這麼低 照你這樣講說你應該要估得更高 結果你是估得更低耶 你一百零三年是估一兆八千億耶 你一百零二年十一到十一月是兩兆多 結果你一百零三年是一兆八千億耶 照你來講說你一百零一年開始估一百零三年 那你如果有照政府這兩年的經濟產量率本來的預估數是四趴的話 你應該估更高的話怎麼會是倒過來 公文報告這個存款跟基地市場 我跟你講誠懇一點 你知道我會跟你講什麼嘛 所以你才現在故意在這邊呼嚨啊 部長 歷來的所有的公股銀行都是一樣 都低估存款量跟營運量 然後也低估這個這個這個 將來的這個支出 這樣子是把大概百分之 估原來銀行的營運的八成到八成五之間的數字 台銀商是相同的問題 這樣年終的預算很好達成啊 每一家都把超標 所以四個月的年終獎金都沒有問題 我再次在這個地方跟上次台銀一樣要求你 照你實際的數字來編的預算不要呼嚨立法院好不好 如果你的平均營運量是兩億兩三百億 你一百零三年度的預算就應該要編兩億兩兆兩三百億 我不要實際運量 照今年就已經兩兆兩三百億了 然後明年的預算編一兆八千億 土銀打算明年介紹兩千多億的 兩千多億的存款 營運量吧 是這個意思嗎 如果不是的話 你預算為什麼這樣編呢 真正的用意就是在這個地方嘛 編百分之八十五的營運量 所以每一間的這個稅計的最後最後的那個 營運量都會超出嘛 所以每一個價錢都高達四點四個月的這個 這個預算的這個福利這個年重 你玩這樣子的遊戲其實在逃避立法院的監督嘛 看不清我們立法委員嘛 好請回座我們請台銀李記住李董事長 各位請回請李董事長 明年不要再看到這樣子的哈 哪有什麼前十一個月營運量已經兩兆多了 他明年的預算在編一兆八千億的 李董事長 媒體上講的那個 繼續性的共同公益契約 報的那麼大你有看到 我有看到 台銀主辦的你現在有什麼檢討辦法講來聽聽看 這個這個案子他是一百年做了一個標售案 那後來再講 我講的不是個案 媒體報導雖然有個案 但是他講的是同案 繼續性共同契約這個制度 在台銀的估價不實質的問題上面 發生很多嚴重的弊端 對 因為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呢 事實上不只我們哈 公共工程委員會找了審計部 找了另外一個單位 他四個單位曾經開國會 提出幾個改革的方式 因為這個弊案會產生的很重要的原因是 查價系統 這個查價跟市價有一點距離 所以他現在設計了幾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說以後哦 要用這樣的公共財 就是共同契約財購的這個廠商 你自己要到市場上先房價 你證明說這個價錢是比市場上來的低 你才你才能用這個 否則你不要來用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董事長 共同供應契約 這是一個利益良好的制度 對 你說的問題發生在查價不實 但是照你現在這樣的講法 又把這套制度回到各個單位 自己要再繼續進去查價 你原來共同供應契約 這樣子的理想就不見了 本來是如果你在台銀主辦的時候 把它查價嚴可 查價很照實際的價格來 這一樣東西市價上是50塊 你台銀查價就是50塊 或是查48塊 那我直接 要用個單位 直接就用48塊就下單了 這樣省掉這一些的勞費 如果照你現在講這個改革方法 叫這個死要去買的人 自己要到市面上去查價的話 那你這個制度存在的價值就不見了 委員他是多一個查價機制 因為我們還是要去查 只是說 因為我們的人力是有 所以我在這邊一番話跟你講的是 台銀必須負起 何時查價的責任 制度上的改革 你可以跟我講說 他們再多買一道保險 那我問你 我是讀法律人 當將來 多買一道保險會發生問題的時候 總統是要歸台銀 還是要歸還要再查價這個單位 我想大家都有這樣子 我跟委員還有報告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現在就是希望把這個查價系統做得好一點 除了剛剛講這個方式之外 現在我們不讓所有的廠商一起都進來 也就是說 他在市面上存在同樣公益這個商品的廠商 所以在這種情況 那個廠商他就會禁價嘛 他如果說他的價錢比你這個公共凱限規約低的話 他就會禁價 所以這個時候這些人就會去那個地方買 所以做了很多的改革 剛剛講的是其中一個部分了 那另外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 他要有一個獎勵機制 他也公共工程委員也做了一個獎勵機制 就是說如果你採用的單位 發覺到市價是比較低的 可是因為台銀這邊還沒有查到的話 他是會給獎勵機制 用各種方式希望查出來的價錢 盡量貼近 又跟委員報告 因為原額編制的關係 我們全部台銀只有25個人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台銀為什麼當初要接這個業務 我們事實上很多是不要接 台銀也反映說不要接 是各機關一直拜託 公共工程委員會叫我們去接下來 所以以我們同仁這麼多25個人 他一年要接受將近1萬個案子 所以我們同仁是負擔非常重 那你可以不要把共同供應契約的那個項目 弄得那麼多啊 你們就以你們的能力 確實能夠產物能弄啊 那真正不能夠納盡到你們制度的人 真的讓人家這個 要去採購的單位自己去查價 這樣責任就清楚啊 照理來講 你台銀也站在一個嚴謹的態度 今天經過我查價 核實訪假之後 來共同供應契約的部分 各單位都不用再擔心他的單價了 而不是推給說 我誰說這麼少 項目這麼多說我做不來 我做不來 我原來也不要做 委員這個也也做了 就是說很多的項目我們是不採購的 我們也覺得是負擔不了 我們同仁後來他講說是因為 要求 好 媒體的報導說裡面可能有 勾算有哄抬這個價格的問題 這些問題你查處了嗎 這個問題是在我來之前就發生 他們那時候就已經做查處了 那查處的結果是什麼 有誰負了責任 就是基本上我想 至少到目前為止 內部看到的資料裡頭 我是同仁並沒有相關的一個問題 所以媒體報導錯誤 台銀都沒有錯 至少到目前看到 那買的高價 啊台銀仿價不實 啊台銀的員工都沒有錯 那有錯的是中華民國的納稅人 因為腳太少了 不是基本上 因為基本這個契約出來之後 他可以不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去其他地方採購 所以我剛剛就在講說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首長 如果我今天負責共同供應契約 我今天已經被我列核實差架 列在上面的項目不會出這種問題 而不出了問題之後開始在賣 人太少 項目太多 他自己也可以去訪假 兩邊都要責任 各個河 多個河上來扛水就沒水喝了 所以多人多人負責 法不責說人家就是不負責了 跟委員報告其實真的不是 我是覺得是因為多方面努力 希望把這個價格貼實 因為不是在採購那一大沙拉間價格失實 而是說這個價格他必須持續一年 在這一年裡頭這個價格會變化 像剛剛大家採的那個路燈的問題 路燈的問題在我們通常在做這個底標見價的時候 他沒有比市場高 可是在隔幾個月之後呢 政府突然給了一個獎勵 好啦 我知道現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 大家這個 能夠講的理由都很多啦 但是希望 要為成功找方法 不要為失敗找罪口 拿出擔當來 謝謝 會謝謝 好 感謝 各位請